随着马哥打州一席补选激战正酣 消息传出 国阵为了争取华裔选民的支持 已决定限制乌清团长莫哈默阿克玛在补选中的角色 根据网媒自由今日大马报道 一名不愿具名的巫统领袖透露 尽管国阵候选人赛福星同样来自乌清团 但阿克玛的角色将在此次补选中受到限制 此举旨在确保华裔选民的支持 尤其是阿克玛此前针对一些课题发表的言论 引发华社的不满 该领袖表示 国阵领导层意识到 为了赢得马哥打选区选民的信任 尤其是华裔选民 必须传达出包容和团结的信息 国阵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以免不必要的争议影响选情 华裔选民在此次补选中扮演关键角色 他们的支持至关重要 我们希望所有选民感到被尊重 这将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胜算 此外 国阵的目标是在马哥打州选区补选中 争取至少65%的投票率 尽管部分人认为这场选举相对简单 但巫统表示将专注接触每位选民 尤其是华裔选民 以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尽管巫统意识到巫卿团长莫哈默阿克马的言论可能激化党内与盟友之间的矛盾 阿克马依然未停止其针对性的抨击 今日他再次就清真认证课题发文 矛头直指行动党是布叠国会议员郭肃沁 阿克马在社交媒体脸书贴文中批评郭肃沁 称他因亲真认证课题而指责自己 但随后却声称 争议源自人工智能工具翻译不准确 阿克马讽刺地表示 郭肃沁似乎试图将责任推卸给ChatGPT 这名娘惹真的很有趣 既然如此 也请起诉ChatGPT8 我想他们已经迫不及待 想在法庭上一决胜负了 行动党居卵国会议员黄淑琪指出 马哥打州一席补选中 华裔选民将成为关键的造王者 他呼吁选民积极投票 以向外界展示柔佛州的稳定发展和经济潜力 黄淑琪昨晚与国镇马哥 打州席候选人赛福星一同出席 居兰德籍教会子鸾阁举办的中秋晚会 并在现场向民众败票时发表了上述言论 黄淑琪强调 这场补选并没有任何政党必胜的局面 支持者不能掉以轻心 尤其是华裔选民更因高度重视这次补选的意义 我们要通过行动向投资者表明 柔佛州不仅经济环境稳定 还有能够制定良好政策的政府 当被问及行动党与马华在此次补选中的合作状况时 黄淑琪回应称 媒体可以自行观察 他还批评国盟在补选期间 没有提出任何政策或发展建议 反而专注于挑事 我更希望国盟能提出具体的发展建议 特别是关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案 但遗憾的是 他们只懂得挑衅 未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 随着百万中国人或在未来定居大马言论后 国盟阵营再次指控团结政府私藏本地百米 以等到选举时才派发 土著权威组织主席塞哈山 为国盟候选人站台时 猛烈指控团结政府涉嫌私藏本地百米 并质疑为何竞选盟对此保持沉默 他质问 为什么他们团结政府可以在补选时派发百米 竞选盟去了哪里 他们为何保持安静 塞哈山进一步抨击竞选盟过去的议程 目的是通过引发马来人之间的争执 进而破坏马来人的统治 他还对巫统当前的领导感到失望 认为现在的巫统已不同于从前 让马来人心寒 他警告称 团结政府正试图重新划分选区 届时行动党可能会一党独大 而巫统则被蒙蔽 误以为能在新选区中受益 但实际上这些选区将与土团党及伊斯兰党展开竞争 塞哈山还表示 如果马来人不尽早醒悟 未来将面临如同新加坡和槟城马来人一样的困境 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 他提到 槟城曾在200年前是马来人的土地 但由于不断退让 才导致如今的局面 前首相纳吉英膝盖疼痛 今日首次以轮椅代步现身基隆坡法庭大厦 纳吉面临25项 涉及一马公司1MDB烂权及洗黑钱的指控 今早在高庭续审 根据纳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 他在狱卒的搀扶下 乘坐轮椅进入法庭大楼 报道称 他随后在法庭内一手拄着拐杖 从公众席走到被告栏旁的椅子就坐 据悉 纳吉早前曾于9月9日 因膝盖疼痛缺席庭审 并申请了4天病假 期间在吉隆坡中央医院接受治疗 庭审开始后 主控官阿莫·阿克兰副检察司 向法官拿督·科林·劳伦斯汇报 控方不反对纳吉英身体情况 而坐在被告栏外接受审讯 随后 纳吉的代表律师旺阿兹万及塔尼亚 分别请求法官允许纳吉 因膝盖需要足够空间伸展双脚 可坐在被告栏旁的椅子上受审 法官科林·劳伦斯 在确认控方无异以后 批准了这一请求 允许纳吉坐在被告栏旁的椅子上 进行庭审 我国出现今年首宗M豆猴豆病例 患者为一名无出国旅行使的大马男子 目前正在隔离治疗 病情稳定 卫生总监丹斯里·穆哈莫拉斯表示 该名患者感染的 是M豆克雷的二变异株 确诊日期为9月16日 截至今年 卫生部已接获58宗M豆疑似病例报告 其中一宗在9月16日 确诊为Claid二变异株感染 根据卫生部的消息 患者于9月11日出现发烧 喉咙痛和咳嗽等症状 随后在9月12日出现皮疹 患者在症状出现前的21天内 并没有出国记录 目前正在接受隔离治疗 病情稳定 莫哈莫拉斯进一步指出 卫生部已启动 密切接触者追踪工作 并将按照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SOP 对他们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控 近日全国各地气候异常 部分地区遭遇狂风侵袭 北海清净沙滩一带的 多家海鲜餐厅首当其冲 根据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视频 由于受到大浪猛烈冲击 餐厅内的桌椅被冲翻 场面惊险万分 视频可见 大浪的高度一度超过餐馆屋顶 索性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店员透露 这是餐厅首次遭遇如此巨浪袭击 出于安全考虑 餐厅当天已暂停营业 以保障时刻安全 不仅如此 恶劣天气还导致往返 扶罗交易与击打港口的 石烫渡轮被迫取消 近4000名乘客的行程受到影响 当局提醒民众 外出活动应格外小心 并密切留意 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警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